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暑假到了 国内旅游环岛已经玩完了 或者是想要出国旅游的朋友呢 现在有一些非常不错的 出国WiFi或是联网吃到饱的方案 只不过其实有很多的陷阱 很多的佩服 今天呢 我们要请达人来告诉我们了 我们欢迎我们的新的与会来宾 我们的Kurt是3C 也是旅游的达人 Kurt你好 Hello 英雷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Kurt最近从什么地方回来 我刚从菲律宾 诶 诶 是 好玩吗 他是去自助吗 我是去爱尼岛自助旅行 那发现到当地呢 很多的 例如说餐厅啊 或咖啡厅啊 其实你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先问他说 请问你们有免费的WiFi code吗 如果说有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当地使用这个 免费的WiFi上网 其实是很方便 可是问题是说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可爱啊 你看即使在台湾 你在星巴克咖啡厅 你在麦当劳素食店 它虽然可以上网 但是你还要花钱去买 所以其实有时候 各个国家各个地方 还要去问一下 但是现在看到 暑假到了 大家最喜欢去什么地方呢 这五名哦 你看 哇 其中好像就是 光是日本就占了一半 为什么大家喜欢去日本啊 其实日本是一个 很友善的地方 我举东京来讲好了 如果说你到东京这个地方 是出陈田机场的话呢 有一个免费 14天上网的方法 我小小的交观众朋友一下 在第二的客运站 14天 等于半个月了耶 你只要出示你的护照 你就可以免费 换的一个密码跟账号 可以让你14天 使用NTT的热点上网 对 那这么好 那我们自己还要讲什么呢 对不对 我们就在说 并不是每个机场 都有这么好的服务嘛 对啊 而且有些服务 它可能时间到了 它可能当地的观光政策 结束了 对 就没有这么好看的味道了 好 但是我们看到这五个 常伟哥 你竟然一个都没有去过 没有 因为我大多数 还是以商业旅游为主 真的是不从勘战的 我们真的是好高派不醒 我大概都是去目的地办事情 所以我去的大概就是 不外乎越南 香港 还有说 偶尔去冲城玩一下 但是所以都没有到这些 大都市比较热门的景点去 可是冲绳 克尔的冲绳有一个 很特别的方案 其实冲绳这个方案 很可惜 是在去年的时候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东西 实在太棒了 当初我到冲绳机场去玩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它有一个免费租借 iPhone的一个活动 这个iPhone它是免费租借给你 然后例如说 你跟你的同行的友人 一人可以租借一台之外 两台互通电话 是完全不用钱的 等一下 所以今天你根本不是去 要一组密码 不是直接一台机子借给你 直接一台机子借给你 而且不用押金 你只要把这个护照 影印本给它就可以了 然后回国的时候 再还它iPhone 同时呢 如果说你遇到任何的疑问的话 例如说你迷路啦 因为我们在冲绳 常常会开车嘛 到处玩 对自己玩 如果说你真的迷路的话 你只要按一个紧急服务键 对方接起来呢 它是说中文的 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边 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呢 我需要 我可以帮你做翻译 所以是立即性的服务 好好喔 这跟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个顶级奢华手机 才有的那个服务centre一样 可是可疑是 在去年方案就已经结束了 那当然可能是当地的政府观光 甚至是跟iPhone是有特别配合的 而且很可惜 如果说你是跟常委一样 去冲绳怎么去 坐邮轮 坐邮轮去 对你没有到机场去 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想到这种方案 对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啊 可是我们今天来看看 其实不同的地方啦 还有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出国的话 不见得是去日本啦 如果去的是一些 欧洲国家又是怎么样呢 今天帮大家整理一下 出国上了什么省呢 有几个小秘诫喔 包括了什么 你使用国内的三大电信 你本身在国内用什么样的电信商 就跟他继续申请漫游 不然呢你还可以做的是 在当地喔 在选择电信商 买一些信卡吃到饱 不然呢就是选择了 无线上网的分享器 有点复杂 大家来讲一下 那最多就是找当地WiFi 比较麻烦 可能哪里有早餐店 哪里有咖啡店 赶快去跟他申请一下 好但是今天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要讲的就是 如果常委哥 今天呢我本身就是使用 好比方说重要电信用户好了 我出国 我再继续跟他申请服务的话 我现在看一看 好像各个电信商 价格都差不多 对不对 价格都差不多啦 那最主要差别 就是在国家跟地区 那例如说假如说 你去欧美或者是做亚洲 那其实你都可以去选择方案 那它的方案 大概一天就是300出头啦 但因为现在这上面写399 是指单日方案 那通常我们出去玩 已经去玩个三天或是五天 所以它三天五天十天 都会有不同的优惠 像你自己办过什么样的 像我自己就是中华电信的嘛 所以我上次去冲绳 因为都在海上嘛 所以我就算 我到冲绳的那一天 一大早我就把它开通 那所以我在船上 大家都还在排队等出关的时候 我就已经可以开始上网 然后开始在打卡 奇怪你出国旅游 不是跟老婆小孩 好好的去立心游轮玩吗 你怎么还是不停在打卡 上网还是很重要啦 上网 其实上网我是觉得 不是那么重要 打卡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都是炫耀 人家本来会骂你啦 那最主要就是 你可以拿出你的那个 Google Map啦 那就是说出来 对 像我在那边 我就遇到人家说 他要买星巴克的冲绳特色杯 他就问我说星巴克在哪里 我就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把我Google Map打开 你再过两条街 你就会看到了 请问一下 这跟炫耀有什么不一样 对 好的 不过还是说 你又是联网的话 还是方便很多 可是呢 对于这个 其实各大电信商 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 等于说不太一样的方案 比方说它到底可不可以 比方说我们一个人申请 可不可以再开个人的热点分享呢 常委你觉得可以 可是Kurt你遇到的是不可以的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我是在大阪 跟进度做旅行嘛 那时候我朋友是有方案 这个一天399块的方案 那我们就想说 是可以分享给我来做上网 对不对 但是我遇到的状况是 我的电信商是说 是不行的 不可以做分享 是他的不能分享给你 单一手机单一使用 那这样就有差了耶 所以说你的不是重要电信 或者是说 他可能在那个地方 他就没有办法去分享了 这样的话就差很多 可是如果说你出国玩 你想要分享的话呢 我们慢慢再来看 常委 像这样的小东西 是一个分享器 它也是一个热点分享 结果今天 他开始分享的 不是你的手机 而是你打开这个小盒子 就可以进行分享 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设备呢 这是一个类似Wi-Fi分享的设备 那其实它 它是不是把 当地收到的3G讯号 然后做一个Wi-Fi的分享 那所以就是说 它可以大概五到五个人 同时有五台机器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跟你朋友 然后加上你可能用iPad 或者是一些手持装置 都可以透过它来上网 对 而且它的价格 我现在去查 我发现对于暑假方案的特价 319块 好比我们刚刚看到电信商的399 还要再更便宜 但是最不要的地方是说 它说它的这个国家 我们刚看到是9到12个 对 竟然多达了67个 对 适合在哪边玩 其实Wi-Fi最主要适合 我是上次带去欧洲那边 尤其是你有做跨国 长途旅行 那你就蛮适合这个 那因为它的 它去配合的电信商比较广 不会像说中华电信 要去跟对方谈合作的时候 那可能它就局限你 刚刚像十国啊 或是九国啊 那其实可能比较少 那欧洲我们知道范围比较大 所以最好是带这种 所谓的已经有做合作的这种分享器 所以这也蛮好的 你看我这租了一个这个盒子 我就带出去嘛 我也就很简单 满房单 你说一个键按下去了 这等于就很像我们在找蓝牙一样 我们就是密码keykey 就是我们开启Wi-Fi 然后我们就去看到这个盒子 它的Wi-Fi代号 我们就连进去 那它会告诉你一组密码 你就把密码打进去 你就可以开始上网了 可是比较麻烦是说 虽然说一天塞尾都会很便宜 可是它好像光是运费 这个盒子要到你手上 得要再加收 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 我们上网申请这个服务嘛 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就必须要寄送到你家 或者是你可能就 跟它约在哪边拿 约在哪里拿 那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 有可能会产生一个运费 不然就是你可能就是 要看它哪边可以去拿 才不用钱这样子 不过呢 说到这个 其实今天我们Curti 还有来介绍也是这一款 他说在日本用特别好用 叫做Wi-Up 对 包括像这个是Wi-Up 另外一种还有叫做Wi-Hold 这两种呢 其实在我们的二行下 你可以做到免费的租借的服务 那带到日本去用的话呢 它一样是一台 可以分享到四到五个人 去使用都是可以的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说 你看它这个是因为 因为其实很多国家 它都是有4G LT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个的话 它是就可以支援这些的机型 因此呢 而且 一个打十台 最特别的是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 刚刚的那个MIFI 是大概九公尺 这个的话呢 它的分享距离就 到十五 对 多得更多了 可是呢 Curti 有会人说了 结果今天呢 我也不想要借这样的机子 会比较偷懒 小费包对不对 对 其实有很多小费包 我可以在现场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是到东京去玩的话呢 其实在东京的所有的7-11 都是可以做到免费的无线上网 它一天是有三次 一次是60分钟的无线上网 然后如果说你是到 关系地区去玩的话呢 包括像全家便利商店呢 它一样是一天 可以做到三次的免费上网 一次是20分钟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们看到 这便利商店 这跟台湾的蛮像的耶 蛮像的 可是常委你想想看呢 如果是有的人觉得说 可是我出去玩了 我还是想要说 我跟当地的电信商来合作 比方说我可能是去游学啦 我可能去一个地方 待比较久的时间 常委如果说 我们在当地买SIM卡的话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 像我这一次去香港 我就待了七天嘛 那七天 像我刚刚申请如果十天 那可能它的费用就会比较高 而且可能一直开着也麻烦啦 就万一接到一些漫游电话 那万一接起来就要给钱嘛 那所以我就会在当地去找 当地的这种电信商 它会有类似预付卡的一些卡片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 买了它 它就可以让我们吃到饱上网 可是这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有时候你买来了预付卡 竟然信卡装进去不能用 为什么 基本上因为它装进去以后 它都要打电话 跟他讲说你要按急啊 去开通 说你要用哪些服务 对那例如说你如果 香港他就给你讲广东话 我怎么听得懂广东话 对日本 沟通上啦 所以最好就是像客的之前 有跟我讲 他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最好在机场就把这件事情完成 是 对因为机场的人员他都会 至少他在英文上面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帮你先弄好啦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先跟他讲 可是客的问题是说有时候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 还有一点就是说 他会觉得说在机场给他设定会不会比较贵啊 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如果说像第三大旅游国家是曼谷 对不对 如果你到曼谷的话 其实你要去找那些热点呢 我个人觉得太麻烦了 因为有时候你要游船河啊 所以那热点可能找不到 最好的方法是在机场 你就办一张SIM卡 那在曼谷当地呢 例如说有家电信公司叫HAPPY电信公司 它一天上网费用哦 只要49块钱的泰币 然后七天 49块的泰币大概就是等于台湾的 差不多也是49块钱 好便宜哦 七天只要299块钱 而且这包括呢 里面还可以做到这个打国际电话回台湾 它一分钟只要1块钱的服务哦 所以是包括一天的无线上网49块 七天是299块 所以你就可以做到无线上网了 很方便 所以说就是可以找到这种便宜好的这个电信商的话 在机场的柜台就有了 对 当时也是可以说 我出来还是要多多的那个 我这里很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你可能在买的时候 有一些像很多国家都有4G 那它其实卡涨的是一样的 那你不要买 买错了 买错了 结果我们带根本就是3G手机嘛 对 你带了3G手机 可是这家电信商就存4G 那你可能就会遇到问题 就不能用了 而且也就会觉得说 其实语言不通还是比较麻烦的 对 但是常委有没有一些 就是小配方你自己出来的话 其实基本上出去玩的时候 你就是基本上要注意就是你的手机 你不要再去开一个什么数据 行动数据 记得要把它关掉 因为你打开它就开始要上网 尤其是Android你的应用程式 可能不停在推播 所以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了 而且最后一点小配方 常委也还要告诉大家嘛 第一个就是说手机你常常对不对 要自动更新 一更新了我原本出国 我根本也没有想要打开就打开了 还有这个第二个 不小心指定上的这个 像刚刚我说399连线 但是它其实因为电信商很多 所以它可能会跳来跳去 万一跳到是中华电信没有合作的 那你可能就 糟糕了 对 费用就会很多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分不清楚啦 这个不是使用了自己的问题吗 就是废域的话 就是基本上它有分 刚才399又比较低的 那就是用超过的时候